好那么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中英内科组织基础知识四大经典的 第二个科的商函 你看老师这个讲科顺序有什么规律吗 当然有的对吧 我们一般正确的排名顺序 内经商函金贵文明 按照时代顺序 而商函和金贵 这都是重景的一本书 叫商函杂并论 同学们我们商函论就和大家一块来讲了 你说讲商函 同时老师讲商函的有很多大家 你算哪个重啊 当然我哪个重都不算 而只能说带领大家去应对考试 商函论博大精深 你要指着老师讲的这些 因为他都是删减了知灵骗语 一则不系统 二则只要求你了解大概即可 因为考试老师足够了 你要如果想系统研究商函 那你在谁 你得去跟随大家去学习 商函论和这个经过要力 为什么重景的一本书 要分为两本 我在其他课中给大家讲过 因为重景写书的年代 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 那么在那时候 写书不像现在一样 你老是写在纸上的 那很容易 但是呢 这以前写书都写在主简上 主简上 那要写成一本书非常难 重景历时很久时间才写完 写完之后呢 打仗了 重景是长沙抬手的 打仗了 打仗之后 你就面临选择是要命还是要书 重景跟大家想这样 你说老师 把书揣兜了就行了 你把这几千块 主简揣兜了试试 对吧 那都在乘车乘车拉 重景就去逃弄了 那么这个主简呢 后来就散了 一直到重景呢 这个去试 这个书也再也没有搜集权 那么这个书呢 散在谁啊 因为长沙在南方嘛 散在南方住家 一直到了唐朝才有人认识到 商侃杂兵们的重要性 这个人 这个一家叫谁 叫孙思淼 孙思淼在自己的千金方中 曾经感慨啊 叫江南住家密 重景方不藏 不传 不传 去求人家 人家给不给啊 不给 不给 所以说 这个孙思淼的千金方中 记载了一部分上的内容 没有搜集权 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 宋朝 宋朝 正因为要王孙思淼队上了重要性 到了宋朝时候 商寒论成为一个血派了啊 商寒成为一个血派了 宋代官府呢 因为毕竟官府 国家一集齐还是很给力的啊 官府就把这个竹简搜集齐了 搜集齐之后呢 很明显 重景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啊 这个书呢 因为是用竹简 竹简不会碎 但是呢 竹简用草绳串的草绳都欧烂了 竹简呢 也就散乱了 散乱之后呢 那就意味着 没法再把这两个内容啊 串在一块了 因为商寒论明显偏外感病 而作为经贵药率 明显偏内伤病 后世实在没办法 就把这一本书 商寒杂病论 分为两种啊 偏外感的六经体系的 就叫商寒论 而偏内伤杂病的 称之为经贵药率啊 这就是商寒论和经贵药率由来 它都来源于 商寒杂病论 都是重景所作啊 所作 这两本书呢 也奠定了重景为 医生的一个理论医处啊 接触商寒论 那来看 商寒论 我们前面给大家预告过 你要了解一下六经病 六经病啊 六经病提纲症 以及谁 以及六经病的主症主方啊 主方 那太阳病病脉症之中 那一则太阳病的提纲症 太阳之为病 脉伏啊 投向将团而无寒 无寒太阳病的主症啊 主症 太阳病的主方 要记住太阳中风 太阳是要伤寒 这个中风 可不是我们现在说的 头颜外线 口颜外线 半生不足的中风 这个中风是身为风邪 凑理呢 不密所形成的 选谁呀 桂枝汤 太阳伤寒表示症 那要选谁呀 麻黄汤 最基本的你的了解吧 那来看太阳病本证啊 本证第一个中风表屈症 二种表屈症 也叫太阳中风症啊 那么就是什么 他桂枝汤症 羊儿怎么讲 太阳中风 羊腐而阴弱 阳腐这热自发 阴弱这汉子出 啊汉子出 色色乌寒 吸气乌风 吸气发热 鼻鸣甘呕 这桂枝汤主之 这个呢 我们在这个学方济学上都会讲 作为桂枝汤 要想选方 必有两个症状 一则乌风汗出 二则鼻鸣甘呕 这是桂枝汤 选方两个依据 考试中 那你也选这个啊 那么作为桂枝呢 病机 你要记住 是谁呀 是羊腐而阴弱啊 羊腐以外去抗邪了 阴弱以内是因为 自汉朱 盈阴呢 外邪啊 外邪 所以叫羊腐而阴弱 知道这两个点就行了啊 这一本条论述的 太阳中风表须正直 羊腐而阴弱 既指迈向浮缓啊 浮缓 也言并计呢 盈卫不调 为羊呢 俯胜啊 俯胜 盈依失守 风寒之节 请其人体 提表 盈卫之既呢 受邪 为其呢 奋起抗邪 去向于外 于邪呢 斗争则见发热迈腐 顾约 阳扶着热子发 为其受邪 失于顾密 引一步的内守 那么导致呢 泄露于外 而见汉出无风 顾约呢 阴弱着汉子出 那他说 为其呢 与风寒所欺 失去温分肉之质 顾汉出呢 击出 见到无风呢 无寒 啊无寒 太阳中风为表证 其热呢 不似阳明里热 发子以内 其热是不高 顾约呢 熙熙发热 啊发热 中风 太阳中风症 表气不合 每每呢 影响理气 一致理气呢 不调 废气不利 顾见鼻鸣 畏气上帝之后 再进来 过日当中 方中呢 桂枝新温 温经通阳 疏散风寒 少要呢 酸干脸阴 脸阴和阴 二者等量相配 一比一 一心一酸 一散一脸 一开一合 于截标中 脸阴养汗之一 与和阴中 有调味散血之功 所以说 但凡考你 在桂枝当中 调和阴味的什么组合 桂枝是谁 桂枝配上少药 少药 少来调和阴味 干脸阴为阴味化生之根本 所以说 又用生姜大枣 来一匹和味 中井的方体中 都提前存谁 存味气 中井用药中 都喜欢 加一点保护味气的药物 药物 生姜兴散之后 一炷桂枝 来调和阴味 调和阴味 大枣如干 不中和味 一炷桑药来和阴 焦草品 也能实际调和阴味 所以桂枝当中 调和阴味有两株药盾 不过我们重点考的 是桂枝比少药 生姜大枣 大枣 也算调和阴味 但是考着它焦草 吃干燥调和猪药 与桂枝呢 生姜 心味呢 相和 心肝化阳 能增强 这个温阳之力 与少药酸肝相配 酸肝化阴 能增强 阴阴之功 所以这个方呢 自古来被称为 重景第一方 也叫谁 也叫调和阴阳第一方 重景首方 就指这样 就指的是桂枝汤 但是桂枝汤很明显 只要太阳病 太阳病都相当于 现在是要万感病 多见于感冒 感冒 你说老师感冒来了 能不能用桂枝汤 你如果翻阅古书 你会发现 古人怎么形容桂枝汤呢 用了桂枝汤 那没有什么功效 很多一家就领成 谁一种观念 桂枝汤只有谁 只有名气 没有实效 一直到了 这个清朝 有一个人 为桂枝汤翻案了 这人叫谁 叫吴俊通 你老是 吴俊通不是文病呢 你不要把文病 跟桂枝汤界限的 区别那么开 那么开 但凡这些文明学派 他都是谁 吸收了桂枝汤汤的营养 才发展而成的 那么这些文明学派 一个一个都是 伤害大家 就是吴俊通 自己感冒了 感冒之后 给自己开了一个桂枝汤 桂枝汤 你可以看到 桂枝汤 看到桂枝汤之后 一喝 没有任何感觉 感冒反倒加重 这些吴俊通 难道果然 像前人所说的 桂枝汤只有其名 没有其效吗 他后来仔细想了一下 那不是药物的功效 肯定是量的功效 因为桂枝汤原谅 原谅中 桂枝汤都用几量 用三两 三两 三两的话 三两话 如果按照 现在咱们规定的几量 那至少多少克啊 一两 不是五十克 一两至少三十克 一两三十克 那一两三十克 那三三得九 也得九十克吧 那九十克 但你用九十克 桂枝临上有没有啊 没有 我们直接基本上都是 缩减了十倍 把九十克 变成谁九克 桂枝九克 白烧九克 你看桂枝汤 基本上这样开的 那么吴俊通 最早也是给自己 桂枝九克 少要九克 不管是 他直接就把谁 桂枝汤 桂枝汤 桂枝九十克 少要九十克 给自己拦了一击 结果药半而喻 喝了一半 感冒就好了 那过而呢 这个吴俊通通感慨 不是这些重景的 方不管是 重景的量 我们没有传播 你老人呢 我临床上桂枝汤 我也开九十克 不建议啊 因为现在不同于古代 古代呢 没有药点 而现在对于药点 对于中央的剂量 没有药的剂量 都有规定 你用九十克 这都是非常规用药 出了问题 都是要担担任的啊 所以说 这是桂枝汤啊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主人医师 治不了感冒 那感冒 因为我们现在 在另一样上揣得不好啊 第二个 伤寒表示症 表示症 那就是谁啊 就是麻黄唐 也叫谁啊 太阳伤寒症 伤寒症麻黄唐 麻黄唐的 这个主症是什么症 原来叫太阳病 头痛发热 身痛腰痛 骨节呢 烦痛 物风无汗 而喘着麻黄唐主持 我们在 方济学讲了 作为麻黄唐 必有两个主症 一个叫无汗而喘 第二个叫 头身疼痛 啊 头身疼痛 只要有患者 头痛 身痛 有无汗而喘的 这代表谁啊 代表 伤衣什么血啊 风寒中 偏一风 还是偏一寒 过日当 偏一风 叫中风 而作为麻黄唐 偏一寒 叫伤寒 伤寒 寒血最绝导致疼痛 导致疼痛 头痛身痛 第二个寒性 收隐 毛孔闭塞了 无汗而喘 喘 麻黄唐主持 这本条论述了太阳伤寒的政治啊 外邪气表 正邪教征 表壁洋鱼 不得宣散 故发热 寒血树表 为洋被淤 其失其那温序之之 过而无风 寒为一邪 其心收隐 迎应那避于武汗啊 头向 腰急为太阳经脉 寻行之处 寒血倾气太阳经脉 就会导致 精气运行不上 过而见头痛 腰痛 身痛 不解凡痛 那我们古人怎么形容太阳经啊 为什么六经病以太阳为首呢 就在太阳古人形容 背部啊 为人世之凡理 像人防御外界的篱笆一样 一旦外界起 对于首饭是太阳 那天啊 非主气外合皮毛 毛孔闭塞 非时轩色 非起不利 故起喘 由于起喘呢 与毛孔闭塞有关 故言叫无汗而喘 麻黄唐的事宜啊 事宜 麻黄唐 方由谁啊 方由这个麻黄贵之 杏日干草色调组成 俗称叫干麻贵心啊 贵心 方中呢 麻黄为主要 那微苦心温 发汗截表 宣费呢 平传啊 贵之呢 心甘温 解击呢 气风啊 祝麻黄发汗 两者呢 属于七情配偶的相续为用 能够增强这些截表力 而现在呢 宣降飞举 祝麻黄平传 二者一宣一将 恢复肺的机能 被替主宣发宿降 而麻黄被杏日 刚好一宣一将 知甘草 甘微温 一则呢 调主要 二则呢 职业麻贵之性 一方呢 获安商政 全方为新闻发汗的禁忌 啊禁忌 注意啊 对于伤寒论的方解 与这个方解 重复的内容 大家只需要了解就可了啊 在本课件中 我们后面的都不再重复了啊 重复了 因为这一节内容呢 跟伤寒论差不多啊 差不多 第二个 大情统方证 原文啊 原文 因为这个也算是 太阳病的一个重点方解啊 因为我们在方解讲过 他主持什么 大情统方证 外有风寒 内有些陨热啊 含苞火的代表方 太阳中风 脉伏进啊 脉伏进 发热呢 勿风啊 发热无寒 身疼痛 不汗出而 烦躁着大情统方证 为什么烦躁 表邪入力 邪一化谁化热 或者患着苏黎热声 外感风寒 这要含苞火的 大情统方证啊 若脉呢 微弱 汗出勿风者 不可谁啊 不可复制啊 一旦表虚者 不可复制啊 复制呢 必绝逆 荆蹄如伦 此为例啊 你脉象微弱 汗中无风的 那是表虚症 而作为大情统方证 大多谁啊 是表虚症啊 表虚症 本条呢 论出了太阳伤寒 兼礼热症的 一个政治和大型的禁忌啊 太阳中风 是病因概念啊 细致 说了风寒 这些情人的基表 非太阳中风症啊 中风症 发热 乌寒 身体疼痛 脉附近这是典型的 谁啊 伤寒表虚症啊 应该给予谁啊 麻烦当治疗 然后这烦躁 这又与麻烦当截然不同啊 不同 从不汉出而烦躁分析 不汉出 其实症状也成为 烦躁之因 因为含邪呢 必表 阳邪不得喧淤 愈而生热 热邪呢 上扰 故而反躁 大多性能为表汉里 表虚症啊 大多性能为发汗之禁忌 如果说表虚症 不得于知 姚如就说了 脉微弱 显示力虚 汉中无风又显示表虚 表虚之禁忌 遭为大多性能为禁忌啊 禁忌 若勿福则亡阴亡阳 产生绝逆 禁忌肉论之辩证啊 辩证啊 辩证 大多性能为达 为风寒树叶啊 树表啊 树表 为阳被淫因啊 鱼制 内有鱼热所致 正说呢 表汉里热 我们也叫他谁啊 含苞火 啊 含苞火 啊含苞火 典型的含苞火症啊 表虑之时 故应该表虑双戒 重在截表 坚轻谁啊 坚以轻热啊 轻热 这含苞火在现在 什么时候最多戒呢 夏天 空调兵啊 这些方现在大多 哪来治疗空调兵啊 空调兵用之呢 解销 第三个小青龙汤症 小青龙汤 原味呢 伤寒表不解啊 表不解 心下有水气 甘有 发热而渴 或者谁啊 或渴 或利 或宜 或小便不利 绍浮满 或喘着小青龙汤 小青龙汤呢 就是在伤寒表不解 就意味着 他还有些外感 崩寒的啊 然后呢 心下有水气 心下多是些胃中啊 胃肠中有水气 所以叫外寒 什么也啊 离 或者出现干藕的 干藕 发热而咳的 伴随呢 咳下粒 对吧 或者也啊 也小便不利 绍浮满 或喘着小青龙汤 就告诉你呢 但凡外寒离印症 一定要显着小青龙汤啊 本方就论述了太阳伤寒 兼水印的政治啊 伤寒表不解 除了条中所处发热之外 应该减乌汗发热脉腹 但是因为重景啊 是刻逐捡太难了 他认为 我只要提到太阳伤寒了 你就理解了 有乌汗发热脉腹啊 不 激胶水气 指的是水印停须 心下未晚步 这心下可不是心啊 心多指未晚步啊 此处呢 内进废位啊 水印一旦扰位 位置上力 走 水印一旦涉废 水印一旦涉废 废弃失宣则可啊 则可 自或可以下 皆为呢 豁然症啊 由于水印呢 之邪大而造 是不断流动着啊 变得不拘 可对三胶呢 气急声音而出 或拥塞以上 或急于中 或治一下 所以症状也都有变化啊 变化 水印一旦一般的不可 但是一旦影停不化 机也不滋 也会出现口渴啊 口渴啊 但是一旦水印一旦口渴 那是因为谁 是因为水邪呢 停居于这个三胶 导致三胶不能激化 水印不能上乘 但它大多 就算渴 一般不渴啊 就算渴 也是渴取什么意义啊 热印 因为水印为寒邪 叫病痰一者 当于温药喝汁 这里不说温药 但是一定喜欢喝谁啊 喝热水 或者饮量不多 水走 肠间 清酌不分的话 就下粒 水寒之气 奇迹不利 故小便不利 甚至呢 少不长满 水寒一旦涉废 废弃让你则喘 此处病 这个豁然症 就是不是都有的啊 都有的 豁然症 都是非必然出现 但毕竟关键 都跟谁啊 都跟水印内庭 啊 有关 本证为外有表 寒内有水印 故自治业 小青龙汤 巴汉捐印 表里拿同志 这是第一个太阳兵本证啊 本证 像你掌握的四个方几的啊 一个是马黄汤 一个贵车汤 一个大青龙 一个小青龙 太阳兵本证四个方 第二个太阳兵变症 为什么产生变症 都是大多 是一些失智物质啊 失智物质啊 失智物质啊 所产生的各种 这个变症啊 变症啊 变症中第一个 叫太阳叙谁啊 叙水症啊 叙水症 那么方证实际是503啊 503 我们在方姐也讲过 503就是谁 太阳叙水症 现在你就理解 好为太阳叙水啊 叙水 原文就说了 太阳病发汗后啊 大汗出胃中肝 烦躁不得眠 遇到饮水者 稍稍欲印之 令为其喝则愈啊 则愈 所以但大汗上去 经验之后 给他稍稍饮水 饮之则愈啊 若迈腐小便不利 微热消咳着啊 咳着喝得多 但是呢 患者仍然出现小便不利啊 这些症状 那就是水蓄在内了啊 那应该选谁啊 503啊 民餐主持 这是第一条条路啊 第二个 中风发热 六七日不解而凡 啊 六七日而凡 有表力症 可以饮水 水入则吐的啊 一喝水就吐的 那代表体内有没有水也有 这叫什么 这样叫水逆症 503组织啊 组织 第七十四条论述了 蓄水重症的临床特点要治疗啊 太阳表症随经六七日 然表症不解而有见 凡热和可以饮水 是这个外有表邪 内有蓄适症 故云呢 有表力症啊 水入疾吐 为水须下交 下交不易 水印呢 上密 只一致呢 为其随之上密 所知的 众景明之为水逆 太阳蓄适症 总体的病机声音 太阳表邪不解 水经入伏 以致呢 水及膀胱 影响了膀胱的气化啊 气化 正数表里同病 而以理直膀胱 气化不利为主要病机 直当呢 通阳化基地水 经易解表 方用谁啊 503 第二个 太阳叙血症 叙血症选谁 桃和成吉堂啊 我们方杰讲过啊 如果说你说老师 这个 我们整个四大经典 跟谁有关 那么很明显 内经跟中医基础理论有关 而我们的谁 而我们剩下三门课啊 内经 伤寒 经文文病 这三科 在哪学过啊 其实都在我们的方杰学过啊 陶化成吉堂 我们在方杰讲了 他主持下太阳叙血症 现在就解释 为什么是太阳叙血啊 叙血 原来说了 太平不解 热解膀胱 其人呢 如狂 如狂 血自下 下着瑜啊 下着瑜 其外不解着 尚未考工 当先解极内 外解瑜 但少不集结着 那可公志 以陶化成吉堂 啊 听到 调了就说明了太阳叙血症 热中 余青的政治 太阳病发热 乌寒 头痛这些表症 还没有解除 血气筋化热入力 与血结一下 结一下叫 膀胱啊 膀胱 血液结一下叫 气血呢 凝滞 啊 血凝滞 固件呢 绍腹疼痛 胀满啊 胀满 狙急呢 不输啊 不输啊 不输 热在血分 余热呢 上热心神 患然这固件 躁动如血如狂 如果血液触节 病人尚浅 如果啊 或者患者可以见 瘀血自下啊 如果血液一旦 随着而去 病症有自愈的一些转归啊 转归 但如果没有出现 瘀热自下 那就出现这样 患者症状呢 持续不得还击啊 出现神志造热啊 这些表现 造冻中患者的表现 那样表现 第三个是 太阳命变中的热症 热症中 那要选谁啊 麻烟食干汤 第一个啊 第二个选葛恩勤糖 先说麻烟食干汤 原味叫 发汗后 不可更形桂枝汤 啊 桂枝汤 发汗后啊 不可更形桂枝汤 汗出而喘 无大热症 那可以谁啊 可以与麻烟食干汤 翻汗后啊 表现已经起了 不再去 给谁啊 给这个桂枝汤 如果汗出已经汗出 因为桂枝汤的记忆中 就有汗出 桂枝汤不是一大汗出的啊 大汗出的啊 汗出而喘 无大热症啊 无大热症 如果有外汗 那外有表邪 那么没有表热症啊 表热是大热嘛 而是热邪入理了 这种情况下 可以给一下肺热用声 而喘嘛 代表血热入肺了啊 肺热可以给 马亦先生看他啊 第二个 葛根齐连汤症 太阳病 桂枝汁症 依反下之 这就是实质物质啊 本来是桂枝汤的 症候应该自汗而解的 结果患者呢 依反下之 引邪入理 利随不止啊 不止 脉粗者 就是表邪入理化热 导致热邪搏击事业 扬明长道啊 长道 表邪呢 表微结议啊 表微结议 喘而汗出者 葛根齐连汤处之 表里同兵啊 同兵 既有表邪又是斜线 于是斜线于这个大肠的 大肠可以先葛根齐连汤 这本条呢 论述了李热 甲表下立的政治啊 太阳兵规之上呢 本当用汗戒啊 但如果用功效 事属物质 利随不止 是这物效损伤了魏肠 导致邪气呢 内线所致 脉醋 也就是脉术而起作 反映了人体阳气声 有抗血打表之势啊 表邪未能全部内线 故于表微结 既有表邪未解 又有李热下立 故称之为李热甲表正的下立 也叫谁 也就叫邪热下立的由来啊 邪热下立由来 换者既有发热 既有李热又有拉肚子 拉肚子也有表正啊 这也可以理解为 换者发热啊 邪热下立 考试中在这考一星期 至少邪热下立的手脚放人物方 也要记住 各根既连堂啊 常是上攻 上上攻 表热呢 内破啊 肺气呢 不利 故而喘 患者肩喘啊 李热破筋外泄 故而患 患者出现谁 患出啊 患出 下立既然是热血下坡所致 则具备谁大便抽回 肛门灼热 小便短黄 这些李热特征 至当用谁 各根既连堂 各根既连堂 还轻热直立 经营结调 第四根皮症 啊皮症 也算是太阳病的辩证 小健中堂症 上寒23日 心中既而烦者 小健中堂置之 所以小健中堂能治谁 能治 心中既而烦 虚烦啊 虚烦内扰的时候 可以选小健中堂啊 原文上寒23日 看完考题啊 上寒23日 心中既而烦者 选谁啊 心中既而烦者 选小健中堂主治 答案一定选择B 心中既而烦者 答案解析 本条论述了啊 伤害李虚心中啊 心中既而烦的症状啊 伤害两三日 尚为谁啊 心命 当见谁 发热乌汗 啊 无汗等表证啊 表证 未经物质啊 未经物质 即出现心既而烦 说明呢 人理气先虚 心脾不足 气血伤亏 父辈邪绕 李虚呢 邪绕气血不足 心无所主而及 邪绕神志 不宁而烦 此政治呢 不可攻协 但见中来补虚 以气血伤化之言 正气中族 这句杨文呢 大家最熟悉的 伤寒迈及待新冬季 知肝草堂主治 主治 言而177条 描述的啊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 本条论述了 心阴阳两旭的政治 本条冠以伤寒 当之呢 本命由于谁要外干 如果病在太阳 当先见乌寒发热 麦祥福能表征啊 表征现在不见乌寒发热 麦不福而结代 正见新冬季 说明呢 病适于太阳 而逐渐是也累于心 仅外邪以罢 仅存理屈之证 心出血脉 那血脉 那么藏阳既温序 阴血一晒一滋养 啊这样 心的阴阳气血不足 则心之所养 故而见心动季 心阳一旦 鼓动无力 心阴呢 脉道不充 心之阴阳 用脂肝的汤来补一继续阴阳 这是我们方济学中 也是差不多唯一一个啊 四补的啊 极能补气又能补血 极能补阴又能补阳 所以说 脂肝的汤调补阴阳 调积续 以覆卖 古人也把它叫 叫覆卖汤 覆卖汤 覆卖汤 我们只要见到六个字 心动季 麦结代 必须是要脂肝草汤加进 只要喝到覆卖汤 你要想到脂肝草汤 有的突然开始 打退堂鼓了 伤寒 太阳病就这么多 因为六经病中 太阳病最多 病史以太阳嘛 太阳病 掌握最多啊 需要掌握最多 而后面的 少阳病啊 阳病病啊 阳病少阳病 这个太阴病 绝阴病都比较少 第二个比较多的 后面的少三阴的 少阴病比较多一点 所以整个六经病 其实重在谁 重在太阳和少阴 其他的都相对理论比较少啊 所以不要慌啊 慌 第六个热是杰凶啊 杰凶 那么就是大腺小腺胸啊 大腺小腺胸 节胸症啊 节胸症 包括谁啊 包括水热和弹热节胸 水热重而弹热轻 水热选大腺胖 弹热选谁啊 小腺胖啊 腺胸啊 腺胸知道节胸 节胸症什么意思 是邪气流热为胸隔 患者见到胸满硬痛 暗制谁啊 则痛啊 则痛心下硬满 暗制则痛 我们称谁啊 称是节胸 由于叫小节胸病正在心下啊 心下暗制呢 则痛脉向浮华 小腺他组织啊 组织啊 那么阐述中本条论出了小节胸病的一些证事 本病为伤寒表邪入力 或者表人物下 邪热内限于痰相和 所以叫痰热啊 痰热节胸 小节胸病变范围呢 比较局限 以区别大节胸啊 只在谁心下 而大象是从谁啊 从心下到 到谁到微晚啊 对吧 所以说这个提示啊 旨在谁 旨在心下啊 心下 而作为小献兄是谁啊 从胸到腹 都是硬满的啊 小献兄正在心下 提示 脾满 脾硬脏满 仅仅心下无晚不啊 暗制则痛 不暗不痛 而大象仍不适 你不暗他也痛啊 而小献腸一则病为小 二则谁啊 二则只有暗制则痛啊 林郑中 虽有不暗也痛的 但疼痛程度较轻 绝对不出现 硬满拒暗 手不可进的证状 因为一旦硬满卷 痛不可进 那谁呢 是大象腸的主的啊 说明邪热交情 结局呢 不深 脉腹煮热 也提示谁啊 提示病为较浅啊 脉滑煮 痰也煮热 说明了小献腸 是弹热的一个结局啊 结局 因为弹热 护结心下 本证呢 临床中除了正在心下 暗制则痛的 症候特征之外 还伴有胸肝满闷 呕吐黄痰 恶胸呕吐 等弹热再上 其你不降的症候 治疗中应该轻热 话坛开解 方用谁 小献腸 小献腸 里人下路 里人狂林 半讲过路 他就没讲大献腸 你理解就行了啊 第七个就是脾症 脾症是和结胸来区别的啊 我们在中医诊断学 和方杰都讲过的啊 脾症和结胸都在心下 都在心下啊 二有什么区别 你要记住啊 淡满而不痛的 那是谁啊 那是淡满而不痛的 这是皮脉 硬满而痛的 那是结胸 人家在袁硬中 给你解释了啊 来看 皮脉的第一个方 半下鲸鲸汤 袁硬叫 上下五六日 偶尔发热着柴虎汤去备 因为作为柴虎汤的什么症 叫寒绕往来 胸邪苦慢 莫不隐时 心烦熟 口口咽干 目悬脉 所以说又发热 又偶 这是杨 柴虎汤的症候啊 但是呢 作为一家没有诊断正确 给了谁 给了应该用合法的 给了下法 柴虎症仍在 仍在负于柴虎汤 此虽以下之 不为你 必那蒸蒸而震 却发热汗处而解 只要患者柴虎汤症 就算下了 给了小柴虎汤 也仍然可以解除的 若心下满而硬痛 如果患者不没有柴虎汤症了 出现谁 出现心下满而硬痛者 这就是解胸了 邪气呢 邪气内线 流入于胸隔了 胸隔了 因为小柴虎汤是半表半领 代表邪气入力 弹热 结于胸中 出现了结胸症 那么应该可以 大胸汤主治 如果淡脉不动 此为痞 柴虎不中一枝 不中一枝 那应该可以 给你半下心一汤 他说明了 如果是柴虎症 误下之后两种转规 如果出现结胸 那给你献胸汤 如果出现淡脉不动 出现皮满 那给你半下心一汤 事与政见偶尔发热者 说明血穿邵阳 邵阳是 胆和谁呀 胆和三交 反羊结为病 避免发热 发热 邪的胆 腻在胃 胆去上腻 走 顾发热 是少阳病毒的主证 其财虎汤证据 病毒的涉养之当和解 而依乌用谁呀 泄法 从而出现以下三种转规 第一个 财虎症仍在 说明患者正气交生 而没有引起 乌下导致邪气内线的发生 坏病 过月 此随以下之不为腻 可负义谁呀 但乌下毕竟正气收损 复柴乌汤后 正气得要力支柱 以及抗血 可以出现 争振而振 且发热 汗出而解的战汗 战汗 血症交争的转折 第二个 如果说 第二种变为大西洋汤证 如果其人 素有水瘾内亭 少阳病乌下之后 血热内线 与水瘾结一胸隔 则呈心下满 而硬痛的结胸症 但以大西洋汤 来泄热 煮水破解 第三种变症 就是出现了 半下西洋汤证 如果其人 内污淡水失邪 污下后损伤脾胃之气 少阳之邪热 沉积内线 导致寒热错在意中 脾胃升降 是死 七级脾色 而成心下脾 心下脾的什么特征 就是满 宛不胀满 但它不痛 不痛 其为解胸症 出现脾症 此时脾满 在心下而不在胸脾 是中焦气机脾色 非独邵阳症 非为邵阳半表 半立志邪不解 故不能再用柴股汤 可以用谁 拌下西洋汤 来降腻削皮 但面不痛者 是皮满的 辨症肛母 第二个是 悬浮带者汤 然后就讲了 伤寒发汗 若土若下 解厚心下脾鹰 一气不出 这悬浮带者汤组织 本条论述了 甘气范威 未须谈组争的政治 伤寒发汗 乃政治之法 或赌或下 乃为谁要误止 本来该发汗了 但是患者没有发汗 病人 这个医生没有发汗 而用谁 土和下之法 若误用谁 误用这个土下 土下 那么所谓解厚 指的是表现解 但是脾胃已伤 脾胃已伤 脾胃运化浮出的功能 是将痰疑的内生 足于心下 胃其不合 气气脾色 故心下脾 胃其须 但兼致呢 土须木成 甘胃气腻 则意气不出 直到呢 用悬浮带者汤 来合胃化痰 震肝呢 降腻 来看考题 功能温阳化气 沥水截表的谁 哪一定靠虚水症的谁 503 答案选谁 选B 503 小建中堂 建真正心急而凡的 原因在谁 前面咱讲过这个 答案解析的 哪应在于 患者呢 理气已须 气血双规 心疲不足 因为心疲不足 本来就切两句嘛 理须携绕 你从这个B和G 可以看到 以上都是谁 都是 知道携热下粒的方机谁 一提携热下粒 一定选 一定是 葛根齐连堂 理热 建有下粒 一定选谁 选择葛根齐连堂 表邪危急 血热 下陷 导致肠道 传道失丝 出现下粒 血热下粒 葛根齐连堂 如果患者太阳病 发寒后 正为脉腐 微热 口渴 多饮 小病不利 这当选谁 这是明显的一个 蓄水症 蓄水症一定选谁 503 答案选择C 太阳蓄水症 503 发热无风 头身头痛 无汗而喘 应该选择谁 这是一看 无汗而喘 头身头痛 是明显的 太阳伤寒症 表示症 表示症一定选谁 选择麻黄汤 发热无风 头身头痛 无汗而喘 麻黄汤 处之 太阳中风表须中 治疗阳脯而阴弱的 主要药物谁 那就调和谁 隐味 调和隐味 也叫调和阴阳 一定是贵之 比谁 比少药 当然已经选了吸 贵之比少药 太阳中风症 表须中 其发热特征叫谁 叫吸吸发热 代表热是高不高 不高 吸吸发热 那么来看B型题 山寒物卸下 出现吸下满 而硬通着 知道选的方及谁 一说心下满而硬通 那应该选谁 选大香汤 大香汤 心下满而硬通 大香汤 这个应该是石头 不是应该割 心下满而硬通 大香汤 伤害物卸下后 出现淡满而不动 那只是皮脉 皮脉手浅方 拌下卸心汤 所以这个就是 拌下心汤 这个方正中的 原味中 让你选了两个方 一个细 一个底 好 那么同学们 大家稍作休息 咱们接着来学习 一样命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